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说个人 我们公认为这是DB Engine 它是一个网站做的评比 是全球排名第二 database 排名第一是我们的老大哥Oracle Database 但是Open Source来说是排名第一的 所以今天MySQL上面你可以用到的功能非常多 目前的版本已经到8.0 在8.0上面我们相对于以前5.7版上面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改良 包含性能 包含它的XDAV API 就是它是透过JSON Base的方式 把MySQL当成JSON Database 透过一个我们叫XDAV API 不是下SQL指令 也是直接对JSON的Database来做查询的 那这是一个JSON格式 但我们的这个MySQL class 或是我们的NDB class也supportJSON 然后我们有提供各种不同的Connect 比如说Connect 除了你熟悉的 如果说你用MySQL 你用XDAV连MySQL 你一定会用到ConnectJ 那另外除了ConnectJ以外 NodeJS Python 这些我们大概都有非常完整的support 然后在8.0上面 我们多了一个工具叫MySQL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 有一天它应该会取代 你所熟悉的MySQL客户端 就是MySQL Command 那这个透过MySQL Share 它主要的目的是 一开始它主要的目的是 要能够处理JSON的文件 JSON的资料 就是我们把MySQL 当成JSON Database的方式来做 那后面我们在上面 加了越来越多东西 让它可以处理高口用 在MySQL的体制底下 我们有好多种 普通的高口用方法 那最简单的高口用 就是主重复制 这我想可能90%以上的 MySQL的优舍 都会有主重复制架构 但是它是一部复制 那更进一步呢 在MySQL 8.0的时候 我们有support 叫做group location 实际上在MySQL 5.7后期版本 就是group location 群组复制 那在群组复制底下呢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能保证说 你今天资料 如果说你有组 另外还有其他的server 我们这个在群组复制里面 不叫slash server 不叫重server 而是组里面其他的server 那如果说你今天 这个正在跟你对谈 那一台server挂掉了 favor到另外一台server的时候 那我能保证说 你今天favor过程中 不会掉资料 一般的一部复制 还是有可能会掉资料 因为它是一部复制 那群组复制 它还是架在一部复制上面 只是呢 它透过paccess运算法呢 让它 只要你前端看到说 commit success 就代表说后面 其他的database 已经接受你资料了 所以你favor过去的时候 那个资料一定在 那最高等级的可用度呢 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 NDB class 或者我们就要买一些class 等一下我会详细的介绍这部分 那就性能部分呢 这是所有的database 都是我想毫无例外地追求性能的 这个进一步的发展 那我们几乎每一个主要的版本 都有两倍以上的性能的扩充 可以从这个红线看的是8.0 蓝线这边看的是5.7 那8.0跟5.7中间在峰值呢 我们大概也是多了两倍以上的这个吞吐量 那这是用标准的sensebench 做的压力测试 所测出来一个benchmark 那在一台server上面 然后在Linux 7.4上面 48个核的机器上面 所以现在马来西亚可以做到 非常好的一个scalability 就是你带一台机器 到达48个核 我们都可以帮你 不是核 48个hyperstrip 48个hyperstrip 都可以帮你充分利用 充分利用你的capacity 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呢 它测到超过100万的 operation per second 那这是跟以前早期的 比方马来西亚5.1 还是马来西亚5.5的时候 版本是差点非常大的 那我们也支持这种混合式的这种操作 就是你是一般一边 同样一个database 你可以走noyscale 走json database 另外一个界面呢 你可以走传统SQL 如果说你有稍微留意一下的话 当你抓到马来西亚8.0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除了一般的 D4的3306的port number 它还occupy另外一个 叫33060的port number 这就给json database来做的 那这个让你的开发者 有更完整的选择 比如说你要把它当成类像mongodb 这样的一个document-based database 它完全可以做 那你要support MEAN的这个framewall 你可以完全有完整的support 那对于一般的用户 如果说你要认证应用马来西亚 或是你的马来西亚 database 跑的应用越来越成功 变成mission critical application的时候 你首先第一个要考虑到就是它的稳定度 第二个要考虑到就是安全度 还有呢 是不是有人来支持 那这些呢 我们在马来西亚企业版里面 都有完整的一个支持 那除了有Mondi-Tan Backup以外呢 那安全部分它是非常着重的重点 因为我们认为马来西亚企业版 它基本上就要处理安全的问题的 所以它有firewall 它也有这个 等一下 所以它有firewall 我看 因为讲到现在 我觉得好像 一直是认为是另外一个 那 所以它的 可用都是得到非常完整的一个保证 然后我们现在也买 马来西亚的也上云 所以你可以在Oracle的代表里面 找到原生的马来西云的这个服务 那如果谈到高可用的话 基本上我们高可用的价格 就是说我们东西不是只有 一个一套server 我们有多套server 也就是多个篮子 今天也是多个篮子 如果打破了一个篮子的话 那你还有其他篮子的鸡蛋可以吃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你这篮子里面 但是还是一样的蛋吗 这就牵扯了同步问题 如果说你今天是两个database 但是两个database里面内容 完全没有同步的话 今天一个database挂掉 另外一个database活的 那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那个database的资料 跟你原来那个database的资料 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现在同步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到同步 是否能够做到 realtime的同步 那我们很简单的那种 一步负责的同步 就是我们这边 在这个 左上角那个 是一般的一步负责 那我们现在也支持 所谓groupcation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groupcation 这种事 也是一步负责 它不是随时同步 但是它可以保证 你在fail完以后 你可以找到你原来的资料 这可说到某一种程度的高口用 但是如果说 你今天要的是 随时的一致性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你要的是要能够扩展 要能够扩展它的容量的 扩展它的吞吐量的时候 一般groupcation 它还是在单基板上面 所有资料都完全复制 那如果说你要考虑到 扩展容量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到 是不是有足够的一个 扩展力在这上面 所以就是我们在 马来西亚Class上面 想要能够提供的一个方案 在马来西亚Class底下 你可能看到不是只有一台server 你这一座马来西亚Class 可能会部署在多个server上面 我们的马来西亚Class 可以分成两层 下面一层是真正存资料 我们叫DataLayer 我们这些节点 我们叫做DataNode 资料节点 上面是一个界面 上面这个界面可以支持多种 最常见的可能是透过SQL 像这个马来西亚那个logo 那这个代表说 这个上面实际上就是马来西亚D模 只是这个马来西亚D模 它多了一种存储引擎 我们知道马来西亚 它是一个多存储引擎架构 你可以说今天CreateTable 告诉它Engine等于什么 Engine等于InnoDB 还是Engine等于马来西亚 那它底下所套用的引擎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你是马来西亚D模式的SQL节点的话 这边你看它就是一个什么 有个NDB的引擎 或者叫NDB Class的引擎 你可以CreateTable 然后靠上Engine的NDB Class的 这个时候呢 你的资料塞到这个Table的时候 它底下会有个NDB API 架在这个SQL节点下面 它可以帮你算 根据你的那个组件的值来算 说今天这一个Row 应该是属于哪个节点 哪个Data节点 我们可以有多个Data节点 目前架构里面 最多可以有144个Data节点 所以可以做到非常大的Scan 那它就会到你所算出来的 那个节点里面去塞一笔资料 还有呢 我们知道是有复制分数的 里面有特别讲 By default它是复制两份 你最多可以复制四份 也就是它的可用度呢 它的冗余度会增加 如果说是两份资料的话 像我们这上面画了 12个Data节点 它就帮你做成六个节点组 每个节点组呢 它会有两个节点 当你有一个节点挂掉 这个节点组 你有一个节点挂掉的时候 你的资料还在 另外一个节点 可以完全供应所有的资料 所以你的Service不会中断掉 这它高可用 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达到 如果说你要更好的高可用 你可以告诉我 复制分数是三份 那这样的话 你今天大会就帮你 做成四个节点组 然后每个节点组有三份 这意味着一个节点组有多少份 就是复制分数是多少份 那当你一个节点组里面 有一个节点掉下来 你另外还有两个节点还活的 所以你还有一份荣誉 这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做到 所谓不断线的维护 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一条升板 上你的换主机 换HardD等等 或是做任何的操作 你需要下当你这个某个节点的时候 你另外两个节台活的 或是另外一个节台活的时候 你的Service不会中断掉 可以做到非常好的高可用 我们说五个九 甚至有人讲六个九的高可用 六个九是客户讲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这样的话 那你还有两个节点组 如果不信有个节点再掉下来 另外一件还活的 还是这样可以Service 你还是可以正常找到你的资料 那另外一方面呢 它的扩展性呢 当你现在发觉 十二个节点不够了 我今天晚上十二点以后 有个促销活动 我可能预计会有一倍以上的人 会流进来 那这时候我就增加什么 比如二十四个节点 再不过来再增加四十八个节点 你可以这样增加 透过增加这个节点的方式呢 来增加它这个容量 而且它的整个吞吐量 可以因应你的节点的增加 而做到近乎线性的方式来增长 我们在很多的benchmark里面 常会发觉 这个NDP class 它的瓶颈常会出现在哪里 在网络上面 常会看到 你给它一个非常高的网络 你给它Infinity Band的网络 如果说你能增加到四五十个节点的时候 常在高峰的时候 还是会造成 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瓶颈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是非常好的 Scapability的一个架构 非常好的Scapability 它可以做到一般的 Databit上面 远远达不到的这样的性质 这是我们online的 甚至你这个扩充 维护都可以online做 所以你可以做到 全年365天不断电的一个服务 然后高可用 当你有一个节点掉下来 是不会有影响 只要你一个节点主里面 有一个活的 有一个节点还活的 你的service可以不会中断掉 那你中间的API呢 它没有真实资料上面 不管SQL节点也好 或是其他的 其他那个符号是代表什么 它不是走SQL 你可以架在 NoSQL的界面底下 如果说你喜欢 透过JavaScript的话 架在MemoryCacheD底下 或者加在Java上面 我们这边等一下会介绍的 在Java上面 你的Java code里面 直接包了 我们在白色cluster 你可以找到 个叫cluster接点价档 包了那个cluster接点价 然后你的AP直接去 呼叫那些 cluster接点价的cluster 里面的interface 里面的那些 那些function 实际上它就直接打到 NDB API 因为它那个cluster接点价 里面是用native API 直接打到下面去 捞你的database 不是SQL 不是SQL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增加你的 吞吐量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cluster接 可以增加到四倍以上的 这个吞吐量 传统你用SQL界面 拿到达不到的这样的功能 那这可以证明它一个效果 那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分析 但它有两种做法 它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呢 是标准SQL 这个地方呢 是透过cluster接 就是我们等一下来介绍 cluster接点价 直接对dehanode来做查询 我们在三四个dehanode的时候 我们可以测到超过两亿个QPS 两亿个QPS 那SQL会比较差一点 但我们这个节点没有它那么多 我们只是一半 大概十六个节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到两百五十万个QPS 两百五十万点 这是SQL 这是NoSQL 所以你看到 这样是非常好的一个scapity 当它的节点 你看到它当它的节点增加的时候 它几乎是线性的方式来增加它的整个吞吐量 这种都是它每秒可以处理的SQL命令 或者是每秒可以处理oppression 几乎是直线的方式来增长 所以不怕你的容量要求太大 只怕你钱不够 没办法买那么多server 这个是Mileser Cluster 所以你可以 如果说你的环境 是在这种几个条件底下 你可以考虑到用Mileser Cluster 第一个要非常好的高可用 然后做到这种 全年360天绝对不能停机的 这样的可用度 像我们在台湾有不少的 Bushin Code Education 还有很多电信业 电信业它本身的application Yoseph他不知道 它底下有Mileser Cluster 但是它是包了 像它跟Nokia 跟Erikson去买了这个service的时候 它就只要包了 交换机也好 移动设备也好 底下包了这个东西 另外你需要能够非常高的吞吐量 还有非常高的并发连线数 就是同时要并发连线数 非常高 你可以几十万个并发连线数 用Mileser Cluster 可以帮你达得到 还有很好的扩展性 如果说你今天有各种不同的技术 你要同时来assess 不光是要有SQL 你可以走NoirSQL的技术 Mileser Cluster 也可以帮你达到你的目的 那故障移转的话 如果说你今天是在Deadway上面故障移转 但是不在画像 我们前面看过 看到说用多个节点来帮你处理这个部分 但是如果说你AP端要做到透明的故障移转的话 各位就非常幸运 因为我们的Connector 我们的Connector阶 就是Java本身的Driver Java本身的GDP Driver 是写的最完整的一种Mileser Connector 最完整的一种Driver 你要连database都一定要透过Connector来连 这里面可以提供各种不同的HA的方案 直接把JDP Driver 我们的Connector阶 当成你的Router 当成你的LowBalance 你可以说连线的时候 你告诉他说 我这边要create a connection 这Connection object连的时候 你发一个URI 你给他一个参数告诉他 这是Failover 还是这是LowBalance 还是这个Repication 然后你在那个URI上面 连进那个URI上面 你找到多个Database的位置 这代理位置呢 就是连到这个SQL节点上面 如果是你之后Connect的阶段 所以你今天有十个SQL节点 你就塞十个Database位置在你URI上面 然后你可以告诉他说 我这是LowBalance 他就RoundRoundby方式 在你这十个SQL节点里轮着打 你告诉他是Failover 他就找一台机器 有时候我们会啊 比如说像我们这边 Group Caching 有可能会有一个SinglePriming 你也可以MultipalPriming 也可以SinglePriming 那他可以找你SinglePriming 当你Priming挂掉的时候 他可以帮你做Failover 到另外一个找出来的这个节点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AP就很好写了 你AP就不需要知道说 我后面有那么多Database 你只要知道一个位置 知道一个位置 他就帮你处理掉 一个Connection就帮你解决掉 一个Connection 或者如果说你不是Java的话 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叫做Router MultipalRouter来帮你处理这个部分 那这就是CodeSample 你今天CreateConnection的时候呢 但你要把你的ReplicationDriver 带进来 然后呢 Portoco,GDPC,MySQL 后面你告诉他 我有多台主机 HostName,PornNumber HostName,PornNumber 然后你就后面给他一些参数 包含了说这个是AutoReconnect 要不要做AutoReconnect 还是我这边是Favor 还是我这边是LowBalance 后面给他参数 你的AP端针对这ConnectionObject 下CodeMeaning 它的效果就会发生 如果是你LowBalance 它就轮着在你这些Code界点 轮着打 所以AP端也可以做得非常透明 做得非常好 那这是一个具体例子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仔细讲 那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去 去CreateConnectionObject 然后ConnectionObject Create的时候呢 那我后面塞的UIL是 两台机器 一个是3306 一个是3310 不是两台机器 一台机器 但是两个不同的Database Instance 走不同的PortNumber 等等 然后呢 针对这个Object上面 去下SQL指定的时候 它就 RollRuby方的来帮你打 或者是如果说你告诉他 LowBalance 我像我这边是LowBalance 我是LowBalance的方式 它RollRuby放在来 帮你在这个SQL节点那边打 这是透过传统的JDP driver 下SQL指定 那如果说你要 最好的一个性能的话 你可以透过NoiseSQL的方式来做 就是我们说的Connect J 就是这个Icon 而不是这个Icon 你没有走SQL 你的Java的Application 如果说你走SQL来 你的JavaApplication 你可能在这个阶段 然后呢TokenG3Driver连到 这个Connect J 连到SQL节点上面去 或是我们叫MetroDemo上面 你的Java是在这个地方 Java层次在这个地方 然后里面包了 我们的Class接点架档 Class接点架 然后你APM直接对Class接点架档来做查询 那你这个Class接点架怎么知道说 底下有这么多Data节点 有个地方 有一种节点叫做管理节点 这个管理节点上它并没有参与一般的Transession 它是做什么 做Configuration 你的配置 它告诉其他的节点说 我这里底下有多少个节点在哪里 位置是什么 参数是什么 要开多少的RAM等等 你的Connect J 所包的JavaClass 在起来之前 在Instagram的时候呢 那你会让它去找 你的管理节点 你会告诉他 你就会有个参数告诉他 管理节点在哪里 那这管理节点的位置 如果没有特别讲 它Default是听的PortNumber是1186 但你可以改那个1186PortNumber 那到他所指定的位置 指定的PortNumber 他可以读到这些配置 因为我管理节点在开机的时候 会把这个配置档把它捞进来 所以他看到底下有这么多的Data节点 你的NDB API就会生效 你继续说查询的时候 你的NDB API就会帮你算出来 说你每一行是到哪些Data节点来捞的 那这样可以让你做到非常好的Scapity 而你的查询呢 或你的操作并不是下机库指定 这是更进一步来看 那像这边还是传统的MySQL 同样的你的Java的程式 Java程式一样可以透过MySQL 走JDBC 走MySQL 然后再到Data节点 这是MySQL这一层 这是你MySQL的Demo 那这里面这个MySQL的底下 有个NDB的引擎 NDB引擎 你TableTown这个引擎 的资料是在这里压来找的 你可以透过这个Cluster接 你AP可以直接调用Cluster接 或是透过OpenJBA OpenJBA 做比较好的Portability的操作 然后呢 直接对DataNote里面的内容来做操作 这是另外一个界面进来的 那你的程式在写的时候呢 他看Database呢 他看到是第一个 他会需要知道说 这是我们在进一步 他会需要知道说 你的ConnectionObject上面 去Create的时候呢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配置 当然你在Java程式里面 可以直接做 像我这写在那个 Property里面 Property5里面 重点是在这地方 最上面的一个 它的Property是ConnectionString ConnectString ConnectString告诉他 是哪一台主机 这个ManualNode 像是被评到你主机位置上面 你可以 就直接用 那个 管理节点的那个IP address 把它带过去 然后呢 冒号1186 1186 没有解答 他是指让 还是指到1186 然后后面 你要捞的Database什么 等等这些参数告诉他 然后呢 透过他 所instation的内容呢 他实际上去 就直接在你的AP 那里面可以做操作的 那这还是一样 传统的classic.api 来去操作 或是透过NDB API 这NDB API 直接利用classic.com 来操作这个 就是传统的JDPC 的这个做法 直接来做 实际上这是我现在 做demo的 等一下我有一个小的demo环境 大概就长得这样子 我有两个节点 一个听19 一个听20 然后都是3306 这两个都是MySQL 这两个上都是MySQL demo 那另外还有一个Java程式 他直接去包了classic.j.点价 透过NDB API JNI的Java Native Interface NDB API 来找到Data节点 来对Data节点的操作 那像你今天 透过Cala节点价里面 所做的操作 直接在SQL节点上面 马上可以查 马上可以查 所以你今天有两种选择 你要比较弹性的查询 你要SQL的Join 比较复杂的Subcredit 你可以透过SQL节点来做 你要比较好的Performance 那你的查询比较简单 KeyValue的查询 或是存在之主 往里面去塞资料 或是update KeyValue的条件的时候 那你可以透过classic.j.点价档 来达到它的Performance Enhancement 然后你的Java程式看到什么 看到是一个 先需要create session 这一个session相当于一个connection 然后instation有一个transition 一个session只会有一个connection transition代表什么 我今天我的资料的完整性 我今天肯定有好多音色update的里面 好多的普通的操作在这上面 构成一个完整的transition 你可以instation有一个transition 然后transition成功之后 才再告诉它KeyValue成功 如果说这过程当中 形成修改材料删除过程当中 有任何的不对的地方 传选上面你可以加入rollback 所以它还可以做到 一般观念式资料库上面 这个传选control的一个效果 在这底下 然后呢 这是mapping到你的table domain object 这是mapping到你的table 所以你先针对这上面 做形成修改材料删除 查询的时候 它所查询的对象不是table 而是查询domain object 然后查询这个domain object 这是它的结果 这可能字比较小 眼睛看不太清楚 这个是时间 同样的操作 它所需要的 新生修改三处等等 需要的时间 这是直接用C 蓝线是直接用CNDB Apple来做操作的 然后一个是badge mode 一个是return mode 中间这个橘色的是 透过classic接点价 所以你看classic接点价 非常好 它几乎跟这个C 差不了多少 性能是非常好的 这是传统的 透过java程式 这个绿色的线 透过java程式 所以你看它中间的性能 增长 可以做到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一个吞吐量 如果说你今天有 cluster 透过classic接点价 来做操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程式 第一个我先把 property file打开来 把property读出来 然后呢 读出来是读到这个地方 然后做一个factory 这是newbuffery的 读那个property file 然后呢 create一个factory 从这个classic handler上面 这个前面我们有 import一缸子的 classic减价里面 所带出来的这些 这些package 这些package 这边到这边都是 classic减价上面 所带出来的java class 然后接下来呢 我new一个session 相当一个connection 然后进行塞笔资料 塞笔资料 说它的id是 889 然后进行这个create 一个connection object 不是 create一个domain object make it到一个table 叫improve the table maybe not improve the table 那我这improve the table 上面有一个improve the class 在这里底下去 maybe它 maybe它的所有的栏位 还有它的index等等 然后呢 我针对这个improve the object 就是instation 那个domain object improve the object 上面第一个 我先把资料准备好 它的name firstname lastname 等等这些资料 然后呢 我做persistence 这边persistence 这样就做个音乐动作了 然后呢 接下来我再 所以我今天 第一个动作先做音乐 等一下你可以看一下 然后第二个动作呢 我去改它 我set它的那个 本来它没有 我没有给它那个 城市名称 我set它的城市名称 到London 这个地方是 设定它城市名称London 然后我再去做persistence 我再去做persistence 然后呢 这个readnest把它读出来 然后把display出来让你看 然后在接下来 我再做一个batch的inzer inzer100笔资料 就是它i从700到800这样 inzer batch的资料 然后就是塞100笔资料进去 然后呢 这个transition完成 就commit掉 所以我是有机会去rollback的 如果说是这样 然后呢 最后在 查完以后呢 再让你看一下 它的结果 查出来以后 最后把它delete掉 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 那这个application呢 我upload到云端 然后upload到我们的云端上面去 我们来看一下 对不起 重弹掉一下 我这 我在commit完以后 包成一个 架档 包成一个java的架档 然后待会有closeted properties 可以看一下这个内容 我去读那个priority files 这样去读这个东西 它就是connection stream 连到我本地 我本地 像我本地是有个管理节点 有个管理节点 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这个管理节点 像它有两个data节点 分别放在 分别放在19 还有20这两个data节点上面 然后一个管理节点是我本地的 14这个管理节点 然后呢 我有两个sql节点 也是在19 20上面 会有两个sql节点 然后呢 我今天在这地方去 楼进来以后 impring table 里面是空的 目前里面是空的 然后准备要执行它 我执行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它的执行命令 它带了一个 它是减价档 还有它 这是ndg所带的library 然后呢 去load这个 我们前面所做的 那个clouddemo点价档 然后呢 我来跑一下 前面呢 它丢个message 我让你看一下 实际上它后面 就帮你initiate起来 然后呢 带了一些参数 这参数 别人的database的参数 然后 这边的sql指令 我们来看一下 对不起 是这个 塞了一笔资料进去 塞了就是我们前面 看到那个 第一个先准备好 你的impring资料 塞进去 你的first name last name 但是呢 municipity 就是那个 城市呢 是空的 然后呢 接下来有第二个 去update 动作 第二个动作 update update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查一下 城市 London 进去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它就 塞了一缸子的资料 进去 我今天再查的时候 101笔资料 那有一笔 是我刚才 塞进去的 那其他的 像London这个 是塞进去的 其他都是 兼入出来的 其他都是 那个loop 里面兼入出来的 就这么简单 那最后呢 结束 最后结束之前 把这个table 再 把它离掉 所以这个 没有sql 完全没有sql 完全是透过 classes.gr 那些api 塞到 NDB class里面去 如果说 在过程当中 如果说 你的某个特定的 代替节点挂掉了 你把它kill掉 比如说 我今天在这个地方 把它kill掉 kill一个好了 我kill什么呢 比如说kill 第二个节点 像我在kill过程当中 我的sql节点 照样可以执行 我的NDB API的操作 照样可以做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kill掉 然后呢 我这边呢 照样可以做操作 等一下 show table 这样可以做操作 但如果有要的 我还可以照样做 inzip 我这样可以做 正常的操作 我这样可以做 那我的select mean 再去查的时候 这样可以看得到 它的内容 所以 这些操作都 完全可以正常执行 所以今天挂掉一个键 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的影响 如果说我今天 要更好的 ability的话 可以说 说三个data键 设定是三 我要更好的 sqlability的话 我可以拿六个节点 容量double 我可以拿十二个节点 以此类推 那今天我的presentation 就到这个段 告一个段落 有没有问题 谢谢 我们还有时间吗 如果有时间 我可以 还有十分钟 有没有问题 因为今天我讲的 比我预期要开始 如果不多个节点 那我的机器 我可以 如果不多个节点 那我机器的规格 都要保持一致吗 还是可以 你可以机器大小都不一样 但是呢 他应该这么说 因为它是均匀分派的 你的data节点呢 它会是以最小的容量 为基础 如果它是均匀分派的话 所以他会自己抓到说 你现在三个节点里面 以最小的那个为单位 是 但你可以说 因为我们在开 这些节点的时候 我可以设定 它的memory 比如说data memory 开多少 data memory 代表说 我今天在memory 要开多大空间来放 但你每个节点 data memory 可以不一样 但问题是 你的prime key 它根据prime key的hash algorithm 把你算出来的 是每个节点 几乎是均匀分派的 所以你有一个节点满了 很可能你的音色 就塞不进去了 也许别的节点 还有很大的空间 但是那个没法用 因为你今天比较小的容量 被塞满 因为再去塞的时候 很可能它会再选择 小的容量再去塞 因为它是均匀分派的 达到你的意思吗 OK 那我理解 对 但如果说你有线程 因为这样子 吞吐量还有一个很大部分的 很大的因素 是它的每个data阶和sql阶 尤其是data阶 它的线程数 我们在NDP class上面的 配置的时候 我们会告诉它 有不同的线程 我们有TC TC叫transaction coordinator 就是我今天 我今天是可以做到transaction 我可以support 新生修改删除 这跨节点的这个data的一致性 是因为那个transaction coordinator 今天你做一个 任何一个新生修改删除 或任何一个产生 开始执行的时候 它会在这个data阶里面 去随去找一个data阶里面的TC 当成它的transaction coordinator 这个TC做什么东西呢 我今天真正执行 这个新生修改删除的内容的时候 是每个节点各自做自己的 各自做自己的 那每个节点 它会有另外一套线程 叫做HDR Local Data Handler 或是我们有Local Data Manager 它是任何做新生修改删除的 但这个新生修改删除 只是一部分 说我今天这个节点 或者这个动作完成了 但是我今天一个transaction 可能有好几个动作 好几个table 甚至好几个root 都会受到影响 跨节点的 那每个节点自己做自己 做完以后呢 它再回报给TC TC知道说 今天每个节点都做完了 我才确认说 所有的事情都做完 当成才完成 再回报给client端 这client端是针对 data node的client端是到SQL node 或是到你的classic的程式上面去 这个transaction完成 那如果说不成功的话 TC会收到说 今天某个特定节点没有回应 那我就把它落败掉 所以所有的节点 所有操作都会落败掉 等于它们没发生一样 保证你的资料完整性 那你的TC越多的时候 你可以同时处理transaction就越多 假设你有十个data节点 每个data节点有十个TC 那就是一百个concurrent的transaction 可以同时在这个节点里 在这一套class里面来操作 那你真正同时要做concurrent的 新增修改删除是靠什么 靠LDM 所以你LDM越多的时候 你可以做的concurrency越高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今天你的transaction很少 但是你的同时的operation 比如说你一个 有时候我们可以 比如说low data in file好了 low data in file 从那边到一个 几亿行的资料进来 你那个transaction只有一个 你那个事项只有一个transaction 但它底下是有 一亿个operation 一亿个新增在这里面 所以它就consume你的LDM consume你的LDM 所以你LDM越多的时候 它平息可以做的 新增修改删除是越多的 但是不意味着说 你的transaction数目可以增加 通信数目靠TC来增加 所以这两个东西 对你的吞吐量都会有帮助 当你的核数够高的时候 当你发觉你的这个 Diagnose跑的那台server 核数很高 到达四五十个核 或者更多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些 stread加大 这些线程加大 也就是它的吞吐量 可以跟着一起加大 同样的道理就是 total量 它可能跟你的 我觉得这不完全是一比一的 怎么说呢 你的TC或者你的线程数 增加的时候 也许每一个节点 它的线程数不一样 那它可以帮你算 它可以帮你算 如果说你的LDM增加的时候 某个节点 特别增加特别大的时候 它可以说那个节点 同时可以做的 opression特别高 了解我的意思吗 同时做的opression特别高 因为它的opression 是根据 partition 你每一个LDM上对它来说 都是一个自己的小天地 自己的partition 每一个LDM 它背后都会有 它自己本身的 rollback segment 它有自己rollback的 redu log 它自己本身的 redu跟rollback segment 所以今天rollback的时候 它还想用rollback segment来做 它自己的小天地 所以某个节点 它的LDM特别大 它的线程度特别多 你把LDM加上 它自己本身的小天地 可能就会比其他的节点会多 所以这个答案不能说是 一刀两断 对于内容来说 对你的那个存量来说 的确 它会以最小的配置 切成基础 但是对于同时能做的操作来说 倒不一定 了解我的意思吗 也许某个特定的节点 它的线程数特别多 它的可以同时处理的 并发量可以特别大 会大于其他的节点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是 那其他的custer的 等于stopper需要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这好问题 因为你stopper就属于 seql节点那一层的东西 跟data节点没有关系 所以你的stopper需要 必须在好几个 所有的seql节点上面 都run一次 就是都有那个stopper需要 你要产生的stopper需要 你在一个data节点里面产生 而在一个seql节点产生stopper需要 它不会自动perfect到其他的seql节点 但是你的table我会有 你在一个seql节点上面create table 可能隔了几秒以后 在其他seql节点都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呢 因为在data节点下面 我们会有一套线程 叫做ndb injection的线程 它会看说 今天你在这个seql节点上面 所做的事情 尤其是data dictionary 我要反映到其他seql节点 像rerespond给其他seql节点 所以这是 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但是stopper需要 没办法自动perfect 起码目前这个版本还不会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祖虫复制 这个也可以做祖虫复制 你的seql节点就是 一般的myser demo 你可以上面去create一个binlog 你做新生修改三个都会留到binlog 记录里面都会 有你的记录 对不对 你可以做复制 你拿那个binlog复制到其他地方去 那有人说 那我这样是不是 每个seql节点都要开binlog了 当然是不用 同样还是那个ndb injection来做怪 当你开一个 开一个binlog出来的时候 ndb injection会看 你有个binlog在第一台seql节点 所以你从其他的seql节点 进来的新生修改参除 它还会帮你收集起来 然后塞到第一台seql节点上面 那台seql节点的 binlog是完整的 是完整的 除了他自己本身seql节点 所做的那个新生修改参除 其他seql节点上 所发生的新生修改参除 也都会反映在那个binlog上面 所以你父子只要做一个就好了 一个channel就行了 还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的session就到这趟告一段了 那我的摊位在外面 那个食物区对面 应该很好找 如果说各位有兴趣再聊的话 那欢迎到我摊位上面跟我聊 那待会儿我会在我的摊位上面讲一个我们最新的发展 就是我们也有云 而且云上面有一个功能 我们叫MAE 那这功能呢 是非常强大的 那一般的引擎 一般的InnoDB引擎 你要去做个select sum select count 这样aggregate function 如果它底下的table是几千万行 甚至上一行的时候 你可能要几十分钟 甚至半个小时才能看到它的结果 我们可以让你不到一秒 一下就可以看得到它的结果 可以做到这样的地步 等一下我在摊子上面跟各位介绍这个东西 OK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